你为什么不还人卡呀 这可跟钱有关系了 那我就说 是他说 你把卡给我吧 现在问你要卡的 去台里拿卡还给他 啪拽他脸上 谁要你臭钱呀 他又不是就这一张在我这 那就把那些都拿来拽他脸上 啪拽了 我不是为了图你的钱 怎么样 可以啊 只要他说出我哪不对 我哪做的不好 我承认了我到底哪不好 别提钱这个事 钱钱钱烦不烦啊 我说的你的不对的地方还少吗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听柏林老师接着说 我看他俩这样这一出啊 肯定平时这架也少吵不了 你有个婚姻经历的人了 应该算成熟了 又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 那你当时认识他的时候 在飞机上一见钟情 还是看他好看 漂亮 不是一见钟情 是通过了解以后啊 人很善于伪装 以前真的挺好的 挺好一个小姑娘 现在都是一个攀比心 别人买个包 你就要买个包 别人买个夹子 你就要买个夹子 别人买双袜子好看 你恨不得大半夜 开上车你买去 不买就睡不着觉 是吗姑娘 猫抓 她说的是事实吗 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有这样的事发生 是吧 那好看就买 不是很正常吗 你们这个场面啊 让我想到一部电影 叫目光之城 一个是狼人 一个是吸血鬼 那个狼人的血 快被那个吸血给吸干了 你吸血鬼还咬着呢 我还要进去吸 你老人说我真不行了 你别不高兴 我很少这么说姑娘啊 我相信你 对她是有一些感情的 但是 你对于 金钱花销这个欲望 大过于感情 你同意我这句话吗 我没拿乘量过 也量不了 我不知道 很简单一个问题 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卡 全部停掉了 你还跟她继续谈恋爱吗 能呀 我又不是没手没脚 自己没工作吗 你们知道为什么 她可以迅速说出这句话 她吃定她 她知道这个男人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知道这个男人 不会停卡 知道这个男人 她不会拿回来 知道这个男人 只要发发点 她继续会给钱 所有的一切很明白了 你用花钱的方式 追美女 你要去追这样的 漂亮的姑娘 而且是用 给她不断花钱的 这个方式 你可不就是找来 这样的人吗 当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谈恋爱的时候 你就会吸引来 什么样的人 当你用花钱的方式 花给她八九千 买一个包的时候 你吸引来那个人 必然是这样